回来新闻时间 12港人案被告之一的李宇轩被遣返香港之后 家人一直未能够探望或接触到他 李宇轩的妹妹早早说 终于同他取得联络 妹妹在社交网站发文 说终于同李宇轩取得联络 家人仍然消化信息 但未有透露李宇轩现时的情况 早前有消息指 李宇轩被还压在小岚精神病治疗中心 由俗称神秘祖的懲教人员看管 他被控违反国安法的案件 星期三提堂 由于应需检疫 未有出庭 代表他的是大律师罗达雄 但是李宇轩的家人说 并不认识这位大律师 而他们自己请的律师 也都未能够见到李宇轩